哈喽大家好 今天除了抖音这边 是吧 然后有很多新闻之外 因为明天就是抖音 在美国业务的大限之日 除了抖音之外 那么今天还有一件 对于另外一家中国企业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华为 华为的麒麟芯片 今日起将停产 华为目前绝版手机价格疯涨 有人甚至囤货 上千万等待涨价 9月14号 台积电正式停止 为华为代工生产麒麟芯片 华为高端手机 将没有芯片可用 明天也就是9月15号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全面禁令 正式生效 后天9月16号 苹果公司将召开 被推迟的2020年秋季新品发布会 大家看这三个时间节点 尤其是苹果公司的 9月16号的新品发布会 我觉得这个时间都挺耐人寻味的 对吧 然后因为华为的高端芯片 被美国政府卡脖子 所以从长远来看 华为必须要建立一条去美国化芯片的这样一条供应链 但是这条路会非常的艰辛 做起来时间也会比较久 也可能华为与欧洲的企业合作完成去美化的产业链 预计乐观情况的话可能在一到两年内吧 可以完成搭建 只是乐观 乐观情况下是一到两年内 那么除了芯片 华为还在自己的自家的这个操作系统鸿蒙上 也在加快这个手机的应用节奏 9月10号召开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上 华为为消费者业务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 于成东表示 华为将在12月份 今年的12月份 向开发者提供手机鸿蒙2.0测试版本 明年华为智能手机将全面升级支持鸿蒙2.0 显然华为通过这次手机芯片 高端芯片被断供 这次也是怕了 所以担心将来在软件这个层面 再遭到美国的封杀 那就死定了 华为公布其手机将全面变革操作系统的消息 出现在一个微妙的时间点上 因为在9月14号 开发者大会四天后 华为手机的另一大杀器 麒麟芯片将全面断供 计划于今年秋季上市的 华为Mate40手机可能成为麒麟绝唱 因为大限将至 那么目前在消费者终端市场上 华为目前手机也出现了 应声价格上涨的局面 尤其是越高端的华为手机 涨价越厉害 甚至出现了一天涨价几次 有的这个价格 有效期只有半个小时 只有一个小时 你一个小时之后再买 你就需要再次跟供应商询价了 出现这种情况了 虽然说价格连番上涨 因为就像他说的 对不对 华为的麒麟芯片的手机成为绝唱 但是不好的就是它的销量在下降 销量在下降 因为你价格上去了 那肯定销量就下来了 价格上去的原因是你的东西少了 有些人是为了囤货 到时候会炒作一把 销量上不去也是因为你价格上去了 因为本身手机属于消费类产品 消费类电子产品 它的可替态性还是很强的 你同样都是在用安卓系统 那么国产的 比如说小米 OPPO VIVO 包括一家 这些手机 因为小米也有高端手机 所以很多手机的话 是可以取到 起到在部分 在部分这个型号上 取代华为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目前 目前除了华为之外的 其他国产品牌的销量在上升 在上升当中 尤其是像小米 VIVO OPPO 这些品牌的手机的订单都在上升 而且小米他们的向供应链采购 零配件的订单也在追加 也在追加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叫什么 此消彼长 对吧 蛋糕就这么大 你这边供应不上 那其他就会被其他的品牌所蚕食 这很重要 那么无论华为是否在9月15号后 能不能取得手机的零部件 那么目前华为在手机市场的竞争力 与市场份额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包括苹果 OPPO VIVO小米从长期来讲 可能都会提升自己的市场占有份额 据有一家投资机构分析称 极端情况下 如果说华为完全无法出智能手机的情况下 小米等中国品牌将拿下其70%的市场 这些竞争对手都已经开始行动了 大家知道2019年去年 华为在全世界 在全世界手机品牌的占有率是全世界第二 世界第二 那么今年秋天上市的Mate40 也就是说搭载最后一版麒麟9000芯片的这款手机 可能是最后一代华为的高端芯片 芯片的代工厂台积电 在9月14号之后 不再向华为提供芯片了 也就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所以怎么说呢 你可以称为今天是华为 尤其是搭载麒麟芯片的华为的高端手机的绝唱 绝唱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 在7月16号的台积电法人说明会上 已经表示过 5月16号后就已经没有再接受华为的新订单了 所以说迫于 你也只能这样说了 迫于美方的压力 台积电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 去年全年华为智能手机出货是2.4亿部 全球排名是第二 第一名是三星 第二名华为 第三名是苹果 但是鸿蒙系统目前也只能达到安卓系统的整个70%到80%的水平 这个是华为的手机的CEO 于成东自己承认的 说白了就是他也不是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因为本身华为被断供芯片这个事情 从有消息传出到真正的落地 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仓促的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都没有准备 不管是华为没有准备 不管是华为没有准备 国内的企业都没有准备 都没有准备 所以目前很多人对于华为这次所经历的芯片这个事件 尤其是从明天开始 最好的情况大家预测是华为的市占 市占比会降低 最差的情况就是华为彻底退出手机市场 当然了 你在华为在断供的过程当中 因为中间给了120天的缓冲期 美国给了120天 他中间也一直在寻找不同的途径 不同的供货商 包括联发科 联发科前几天也被美国商务部点名了 现在目前联发科虽然向美方提出申请 但是具体的最后审查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还有一种声音叫什么呢 就是美国商务部的禁令 目前看也并非是铁板一块 彻底切断了华为采货芯片的途径 操作上仍留有一定的弹性 所以我就在想 今天的抖音的这个事情 抖音如果没有卖给微软 卖给了一向支持特朗普的甲骨文的话 会不会在像华为这样的 这样的中国企业这上面会不会在开一扇门 这个大家可能还需要拭目以待 因为这两个抖音和华为 这两个事情正好时间是重叠的 时间是重叠的 不管怎么样吧 华为手机这项业务呢 没有办法避满损伤 9月15号之后 在美国对华为新一轮制裁下 华为也有可能向联发科高通购买通用芯片 但相比来讲比那个麒麟芯片要低端 要低端 因为它没有办法满足华为的个性化需求 因为麒麟芯片是华为自己设计的 台积电只是代工而已 因为卖给小米的其实也是同一个芯片 但是它跟华为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具体的一些要求在里面 所以目前华为最急需的就是建立一条 去美国化的芯片供应链 当然华为现在已经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了 但是没有那么快 需要几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几年当中 华为手机这块业务 能生还是能死 现在大家谁都说不清 当然了 我觉得针对美国这次断供华为 我觉得不光是对华为 包括对很多中国企业都是敲响了警钟 一再追求市场端的运作 放弃了自己对于核心的技术 这块的把握的情况下 你的脖子就始终是攥在别人的手里 别人不卡你是不卡你 他卡你的时候 对你是致命的 对你是致命的 所以我希望 第一我希望华为能挺过来 对吧 能坚持住 起码先保证活下去 手机业务 另外一个就是 其他的中国企业 你也要敲墙警钟了 今天是华为 明天可能就轮到你了 现在中芯国际 现在不是也提到 美国的黑名单上去了吗 包括小米 我相信这些老板可能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就是国家有必要组成一支国家队 所谓的国家队 就是在研发芯片这块 你单靠单一企业 单打独斗 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是非常难的 因为我们在芯片 这条路上底子比较薄 底子比较薄 这个必须要承认 所以我觉得联合 所有企业的优势的 优势的 就各取所长 你组织一个国家队 由国家来协调 来统筹 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效率高一点 效率高一点 这个东西最后 不光是掌握在 要掌握在中国企业手里 最后也要掌握在国家手里 这个才保险 所以 看来9月14号 9月15号 这两天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 很多企业面临着生死大限 这样 uma 感谢观看